经过台风 山徒儿的肆虐之后 高雄有200多所学校出现了陆树青岛 围墙倒塌 天花板被吹尖等灾情 上市文藻大学的屋顶就被长风给吹走 学生直说只要抬头就可以看到星星 另外 智利中学除了水塔棚架被吹坏之外 一份教室的天花板整片杂落 桌椅电脑还有书本等东西散落一地 现场一片混乱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在高雄三明区的立志高中 其实在台风中心登陆的当天 因为强阵风的关系 是把教室内头上的天花板的针片是掀开 立志中学某大陆屋顶被山徒儿吹翻 教室里更是一片狼藉 天花板被吹落 只剩铁架枝条摇摇欲坠 桌椅书桌书本等杂物全散落一地 没想到这一次风力大到这种程度 让满心翻了以后风灌进来 它就会进到部分的教室里面 总共造成三个班级120位学生受到影响 周一上课将被安置到其他的教室 除此之外水塔棚架也遭殃 整个被强风吹得东倒西歪 另外文造大学也有地方的屋顶被掀了 学生录影发文 直接就能抬头看心心 同样惨不忍睹的还有他 山陀登陆当天高残宿舍外 强风奏语外头风声嗅嗅叫 屋内学生惊声惊叫 好几名女学生拿着板子 想要挡住冷气旁边的洞口 防水灌进房间里 但风真的是太大了 走廊上早就接睡变成了水乐园 而中山大学在后路数也是倒成一片 骑机车回学校路数东倒西歪 有的横躺在路上 来波及清理 行进的机车就像在玩障碍赛 闪闪躲躲 还有垃圾被吹满地 猴子大军从垃圾堆里搜刮能吃东西 学生看了好傻眼 山陀儿总共造成高雄有200多所的学校传出灾情 学校也利用假日时间赶紧修复校园 记者李肃瑜陈建国在高雄的采访不得 整举留学阁 学校的自尚 学校的新领域 아니면 我的 Hero